观众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1月10号的齐全最前线 在节目开始之前 要先告诉大家 今天的节目其实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2023年经过了五连胜之后 今天出现了第一次 单日累积起来是呈现亏损的 但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件事情 因为有时候如果说都是一直对的 那他基本上其实没有什么太多 可以检讨的一个空间 那反而是在做错的一个状况之下 其实我们可以回头过来看 到底我们在这笔交易决策当中 做了什么样的一个决定 失败其实有时候是成功最好的一个养分 因此今天我们会针对我们做错的那一笔 来跟大家做分析 好那回到行情的一个部分 当然今天的一个行情 大家可以看到高低点的差距 事实上只有94点的一个空间 跟过去跟昨天的一个行情来做比较的话 当然整体的波动幅度变得非常非常的小 这个是有原因的 因为市场都在观望 收完盘之后台积电的营收公布 所造成的一个结果 好不过这个是有关于股市 有关于这个股票的一个部分 大家如果说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看夏老师台股最前线的节目 我们有跟大家来做谈到 好那回到期货的一个市场 今天的一个行情 其实应该算是非常的震荡 真正出现比较大波段的走势 只有这个往上拉抬到14829的这一段 以及急杀到14735的这一段 好因此大家其实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基本上我们是错这一段了 因为回档的幅度比较大 好但是我们还是要一步一步来 就是今天的一个行情 你要怎么样来做判断 那当然在整个大趋势的一个角度来看 主要的趋势一样台积电 其他个股选择全波动率 以及台币的汇率 所以从今天早上在9点11分 当时市场的一个状况来看的话 台积电是贡献了33.4点的涨点 其他个股贡献是负的0.15点 但其实严格说起来 当然今天早盘最主要是涨台积电 那其他个股它其实在平盘附近 那平盘附近 它就很容易会出现这种 一下涨一下跌这样的一个情形 好不过就恐慌指数的角度来看 或者是台币汇率的一个角度来看 基本上都是比较有利于多方的架构 因此在今天的操作上面 事实上我们在当冲的一个操作上面 做了两笔的多单 那最主要错的那一笔是短波段的多单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 整体操作的一个状况 在早上的时候 因为基本上是偏多的架构 所以我们先在14782 这个位置先行做多单的进场 好然后来到14760 也就是这个时间点的时候 因为少到我们预设的一个停损22点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去做停损出场的一个动作 那这个地方也是要强调了 因为这一波最低点 其实也包括会员朋友 都有在问这个服务人员 就是说老师只有到这个14758 如果没有砍怎么办 基本上当然没有砍后面上去了 他其实就是一个 算是变成是一个获利的一个态势 对不对 但是我还是要告诉大家 基本上我们在做期货的时候 你不能够去凹单 如果你凹过一次 又让你过关了 未来你就会养成这种 比较不好的一个习惯 因为你想一个问题 当然这里最低来到14758 然后我们是在14782 所以停损是14760 但是你去想 如果你没有去做这个动作的话 你看这里如果没有停损的话 他会直接贯到14735 虽然说后来又拉起来了 但是拉起来的过程当中 你要想就是万一他没有拉起来 你这一笔单的亏损 他就可能会侵蚀掉你过去 非常大一段时间的一个获利 因此我是觉得说停损没有关系 你要把风险控制 每天都有开盘 每天都有机会 我们每天都会带大家进场 所以这件事情 我觉得大家不用说 看到有时候砍掉之后立刻拉起来 或者是比如说放空的时候 停损之后马上掉下去 我觉得不用被这个东西限制住 就照着讯号来做就可以了 其他另外一笔单是在14785 我们再做一次 觉得当时就是说也不是不信邪 反正就是整体来讲的话 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偏向多方的讯号 后续拉到14805 我们先做获利的出场 所以这一笔单是正的40点 前面-44 后面加40 加起来就是-4点 对不对 关键在哪里 关键就在于把这一笔多单出场之后 因为当时我们觉得 我先把结果告诉大家 我们再回头 我们再来告诉大家 为什么当时做这笔单 那后续我们是在14808 做短波段 短波段的多单 好那短波段 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谈过 第一个我们看的记录指标 会变成是15分钟的K线 那第二个重点 我们的停损会拉的比较长一点 所以对于如果说 投资朋友你觉得 亏损到 因为两口单 事实上 如果一口停损 可能是45点的话 两口就是90点 如果你觉得这个单量 你没有办法去承受的话 其实短波段的单你可以不做 那当然 我应该这样子讲了 就是今天这一笔是做错的 但是你要想的时候 想的是说 如果它是做对的时候 有时候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波段 这个本来就是风险跟利润的报酬比 因为45点去看无限可能 那这个就给观众朋友自己去做取舍 我在短波段的单的时候 我都会在前面 在那个抠讯的前面 我们会特别付注 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说 误会或怎么样 反正今天这笔单 在后面的这个操作上面 14808 然后最后是打到14763停损 那最低点来到14735 所以今天三笔单的交易 分别是-44 正40 以及-90 所以今天是-94点 好 那我刚刚讲了 就是原则上第一笔单 第二笔单 我就不谈了 因为反正就是跟 我们过去这段时间当中 那个操作逻辑是一样的 大家也可以自己稍微去对照一下 但关键是第三笔单的 这笔-90点 好 那我们刚刚讲的是 15分钟K 所以15分钟K 基本上 我们当时考量的一个重点是什么 第一个你知道行情很喜 对不对 就是说我们从刚刚的角度来看 当然我们事后才知道说 今天高低点的区间是90几点 对不对 但当下你可以感觉出来 就是行情很胶着 但是它行情又不是弱势的 因为它公到14829 它的一个行情一定不是弱势的 对不对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会觉得 基本上回的幅度不会太多 那时候的考量重点是这样子 回的幅度不会太多 而且就技术面的角度来看 当然其中我们有一个小小的缺失 还是要跟大家谈就是 你看如果以当时的15分钟的MACD指标的角度来看 基本上是有一点开始在做收缴对不对 但是关键在哪里 关键在于RSI指标 RSI指标其实那个时候看起来是要黄英交叉往上 对不对 但最后没有成功 它是失败的 所以当时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的时候 会觉得有那个机会 因为当时如果说是一个转强向上的话 应该是会有机会拉出一个比较大的波段 所以当时我们为什么会 在这个时候选择去做一个短波段的单 最主要的原因是这样子 不过整体来讲 应该这样讲就是说有预期会被洗 但是那时候想说回档了不起 也就是二三十点的空间 所以我们会用短波段的单的去操作 原因是因为行情年 那不想要被轻易的就停存就洗掉 所以那时候我们会选择用短波段去做切入 不过整体来讲 然后回档的幅度的确是有一点 比我们预期当中来的大 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 因此当然了 因为最近加入的会员朋友比较多 还是要跟会员朋友致歉一下 然后就是五连胜之后 大家都会觉得说会一直赢下去 但是整体来讲还是要告诉大家 期货市场当中一定是有赚有赔 有赚有赔 但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说 为什么今天做了三比做错之后 我们就没有再进一步往下做的原因是什么 台台湾话 台语有一句话叫做叫输拨大 我不知道大家听不听有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当你在那个 我觉得这样讲 这样也不是很好 反正就是在赌博的时候 你输了比较大的时候 你输钱的时候 有时候你会把它拼得比较大 对不对 但是你要知道的是说 当然期货市场跟赌场不是等号 不要那个到处主管机关来跟我们来函修理我们 我要讲的是说整体来讲就是前面的行情你在做错的时候 有时候很重要的关键是你要去克服那个心魔 就是说心魔其实有两种 一个就是我昨天讲的嘛 就是你看我昨天在同样的点位我做两次 不会因为前面一次错 我就不敢做 或者是说今天错 我明天就不敢做 如果你陷入到这个循环的时候 基本上你的期货最终的结果就是赔钱了 那这是一个 那另外的一个心魔是什么 就是我赔钱 所以我要想尽办法把它拼回来 那基本上会赔钱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会赔钱原因是今天的行情跟你习惯的行情 或者是你现在所使用的技术面也好 或者是说我们之前用的这些判断主要趋势的一个指标也好 它走的方向不太一样 那不可能一年365天每天都走你想要的行情嘛 对不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 你要再发现说 今天做起来不是那么顺的时候 你要知道能够缩手或者是退场 对不对 那退场不是说我接下来我就不做了 而是在于我今天我先暂停 那把所有的风险控管在今天 那接下来明天的行情 我们明天再找机会 对不对 所以你看 我们一直跟大家谈到一个就是你要小赔大赚 你要控制好你的风险 一天其实尽可能了 不要超过100点的空间 因为100点的行情其实很难追 但是你看 我为什么讲100点的行情难追 你看到这个 从1月份到现在你看这笔是136点对 你说老师136点不就有了吗 对不对 就一天就有100点了吗 但是你要想这个高低点的差距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当天高低点差距应该是200 应该接近300点的空间 300点的空间创造136点 好 那其他当你出现那个开始去做缩小的时候 波动开始做缩小的时候 比如说你看1月4号 你看181跟271这只有90点 对不对 我们创造了40点的一个空间 然后这里是抓1分K 但我记得这边应该也是只有100多点 创造19点的空间 然后这里100多点也创造了28点的空间 所以整体来讲 它是不断的累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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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胜率把它拉高 然后用累积的方式 不是说我一口单 我就要赚200点300点500点 不是说不行 但是你要一口单赚两三百点以上 一定要留仓 对不对 那留仓留对了 没事 他留错了 留错了你可能当天就追角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用当冲的方式 我就是希望说投资朋友 你在收完盘之后 你可以比较轻松的去面对这样的行情 就是比较高期 今天公布结束去大涨或大跌 我说真的 比如说像前两天大礼拜 上礼拜大涨 我相信有空单的一定睡不着 对不对 这两天一定过得很煎熬 然后昨天早盘是 昨天美股的早盘是先冲上去 有空单的睡不着 然后有多单的早上醒过来 哇怎么剩十点 对不对 我相信应该会有很多人这样的感受 所以为什么要带你做当冲 就是希望说 做单的时候我们好好做单 休息的时候我们就好好休息 我知道有些人会讲说 说我上班我没有时间看 但是你要想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也没有要大家每一笔都做 对不对 我也在每天的盘前提醒的时候 我也告诉大家 行情每天都有 而且我们会一直不断交易 那在交易的过程当中 基本上就是有机会或者是有到 你就再做就好 没有做到就算了 这也没有关系 因此整体来讲的话到目前为止 你看我包括昨天50天 事实上到今天到目前为止 六个交易日 六个交易日 我就跟大家谈过 对我们讲 对不对 我们理所当然 理直气壮 但错的时候 我觉得我要告诉大家 因为这样你才会知道说 我们的绩效 我都跟大家玩真的 我没有在灌水 没有在夸大的 大家其实可以自己去感受 那当然这个过程 大家其实会觉得说 说真的 每一笔交易都摊开来讲 包括了期货也好 包括股票也好 他不好收会员 说真的 但是整体来讲 我就希望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在下午市这边 你看到的东西通通都是真的 这个是我希望能够带给大家的感受 不是说所有的头顾老师都靠片的 你认真做 好好做 花时间去累积 他其实还是会有那个绩效出现 所以你看 本月到目前为止 六比交易 对不起 六天的交易 136 40 19 28 50 加今天的-94点 到目前为止 也还有179点 对不对 或许你会觉得 一天输到四点 但是加起来 也是贪钱 到目前为止也是赚钱 所以我才会一直跟大家谈说 有时候你不要想说 我过完年之后再说 你要想的是 每一天都有行情 每一天你能不能把他掌握起来 这个东西比较关键 所以到目前为止 179 1.200块是35,800 那当然 就看你怎么做了 有些人可能做小台 就50块 有些人做不止两口 这个当然就取决于大家自己的资金 自己去做分配 但是我们告诉大家 这样的方式它是可行的 而且累积起来 到目前为止表现还不错 所以投资朋友 如果说想要跟着我们做台纸棋的话 我们也欢迎大家 可以透过画面下方的服务电话 来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做联系 那以上就是今天 1月10号的齐全最前线 谢明哲老师声明书 市场上有诈骗集团 盗用谢明哲老师的照片及简介 成立Liott群组 推荐非本人操作之股票 及收取不当之费用 谢明哲老师在此慎重声明 等Liott ID为 atmoney27525868 Paraigon ID为明哲888外 无其他群组 请投资人切勿受骗上当